解决困难的一个通俗做法是自我暗示 当一些讨厌的事情冒出来的时候 你硬可相信它并不存在 或者相信它是乐而非苦 正好想法 你彻底地检视它 而非隐藏或掩饰它 不是这个RQ精神 不是那种颠倒的自我暗示 是叫你直视它 彻底地检视它 建议你不要硬套上那些并不属于你的感觉 也不要回避真正属于你的感觉 如果你觉得很痛苦 那么你就真的是很痛苦 那是事实 是正在发生的事 因此请正视它 正视它 正眼看它 不要退缩 当你正在难过的时候 检视那个经验 就是用客观的心态来观察那个经验 这是很难的 一旦能掉到情绪里 它就没有办法客观地观察 所以说这个你看 当我们科学家观察自然界的时候 他一般还能够相对能够比较客观 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情绪 他有一个追求真理的精神 当他观察自己的时候是很难的 自己进掉的情绪里面去了 那你客观的心态没了 就像一个科学家 如果他今天生气了 他就没心情观察了 看了看了就打妄想了 想起刚才生气的事情都忘记了观察 他的实验 就会有这样的事情 当你心情不好 不愉悦的时候 你做实验的时候 他会出尸骨 或者忘记了观察 这一样的 我们在观察自己的这个情绪的时候 或者观察自己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是一股力量 但你只要一动念 你心里就有一股力量 有一股火 直奔你的心脏 所以这个时候面对困难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难 你既在难受 你还得尽量让自己保持客观的心态 这真的是很矛盾 但是这个觉知还是在的 虽然你难过 但是觉知你要让它保持 就是觉知并且那个正念你要保持 虽然你在难受 虽然你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心态 但是呢 你要让自己的觉知要升起来 就是这个觉知心要在 你只要保持觉知 那方面的情绪慢慢地就会减退